Hello 大家好 我是Shirley 今天想和大家做一個挑戰 就是梳乎里班戟 為何要挑選梳乎里班戟 因為我五年前去大阪一次吃梳乎里班戟 然後我就上去了 在梅田一間百貨公司的咖啡店吃 真的超好吃 我差不多每年去日本都找來吃 不過有一次看了一本旅遊書 就在東京那邊 跟著表餐到那裡 然後有一間公司說 發覺第一夫人都去吃 還要排成一個小時 於是我就去找來吃 誰不知就復了 因為可能真的太多人了 做出來就賣光了 賣相不行 味道就一般 普通通沒什麼特別 因為價錢也不便宜 而且要花一個小時去排隊 我就覺得完全不值 很失望 之後我去其他地方 例如福江那裡吃 那些味道我都覺得是OK 總之就比東京那家好很多 所以旅遊書那些東西 真的不可以盡順 最近我在網上發覺 原來自己都可以做到這個食物 然後我就想挑戰一下 如果做到就實在 可以以後在一期都做來吃 好 我們首先介紹一下用什麼去做 兩隻雞蛋 蛋溫和蛋白分開 因為這個不小心已經弄爛了 不過千萬不要混在蛋白上 不然就發不起泡了 然後就有這個低筋粉 就是30克的 有些砂糖 20克 視乎你如果吃到甜 可以多一點 不喜歡可以少一點 也可以 少許牛奶 然後還有少許油 油就是用來煎班戟的時候用的 最後我會再用這個氣炸鍋 做多個班戟的酥乎你蛋糕 看看可以不可以的 首先就把雞蛋攪勻 牛奶好像20克左右的東西 你們可以自己上網看看資料 然後攪勻 它這個是攪勻的 就不用發 然後麵粉一定要過篩 因為過篩之後滑一點 如果你不過篩 它會很大顆 你的麵粉很難均勻 就做出來不漂亮 好 這樣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有滑很多的 接著就攪勻 這個蛋白 就將蛋白打到氣泡 然後把蛋白打至氣泡 然後加入糖,把糖分為三份加進去 然後加入少許蛋白 往這裏攪拌均勻 就這樣反轉 不用發它 攪拌均勻之後 然後攪拌進去 就這樣完成就可以去煎了 首先我們要開著火熱熱鍋 大約10分8分鐘左右 剛才的魚鮮熱了 接著就塗油上去 就可以了 很緊張 不知道成不成功 就要開最小火煎 在旁邊加一點水 因為要焗一下它才會鬆起 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現在先煎一分鐘 再加一點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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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夠站起來 我看到人家的水 很緊張 我看到人家的水 不知道成不成功 很緊張 很緊張 其實可以做一個紙帽 在旁邊一個圓形 繞著它 讓它可以鬆高一點 先加一點水 鹽 好像不夠高 很香 香噴噴 雖然不是太成功 不過應該我想到好吃 先作品 看這邊 嘩 這樣也不錯 不過沒有人這麼齊整 如果有一個紙圈 就應該很漂亮 多煎兩個 這個好像比較高 要快點吃 因為剛才煎的那個已經有點軟 現在先試一下味 都軟了 因為我在廚房做完 又放回機 等了一會 很喜歡吃奶油 都可以 不過賣相就一般 很麻煩 別人的鬆軟度 可以維持久一點 我這個很快就已經煎了 我去表參賽 那個煎的情況 比我這個更嚴重 所以你想想 如果又要給這麼貴的價錢 然後又要排整個中隊 我覺得真的很不值 真的很好吃 因為自己做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就記得訂閱 按讚 和分享 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G 如果大家想再做更漂亮 可以參考一下其他人來的影片 因為我這個純粹 對於自己的挑戰 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 我剛才說 用氣炸鍋做一個 我就會用一個杯子 這樣裝著 我不裝得那麼滿 因為我看過那些影片 讓別人太滿 如果它真的發氣 它會發到高 就會頂住 氣炸鍋裏面 因為我的氣炸鍋很小 我會這樣放下去 就 然後 預熱了 預熱5分鐘 我180度預熱5分鐘 之後 我就會 用200度 焗它7-200分鐘 我試一下 是出爐了 它都發到 看到嗎 看到嗎 發到旁邊爆開了 好了 我先試一下味 如果大家不想用鍋子煎 可以用這些杯子 放進氣炸鍋裡 把它叮開 我用了8分鐘做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試一下 如果我下次找到什麼 我喜歡做的 我再拍影片 因為我發覺 拍攝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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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